6年的人家轮友多努力,看看他的实际就知道了。 是夜冲,江苏卫视收视率历史第三,浙江卫视收视率历史第六,全网播放量54亿加,集军1.11亿,收视率最高破1.2,平均收视0.98,库云单台峰值破1.2,黄金档上新四轮,累计播出超25轮。 周生如故,是周生辰,安徽卫视2021年收视率酷云双年冠,爱奇艺热读8500家,前台播放量集军破1,零和累计集军6200万家,全平台年榜Top8,豆瓣评分人数仅23.6万,评分7.3分。 一生一世,是周生辰,安徽卫视2022年收视率酷云双年冠,爱奇艺热读9200家,前台播放量集军破1,零和累计集军8000万家,全平台年榜Top4,爱奇艺2021年年度聚集Top3,浅军,是鹿岩,爱奇艺热读峰值9300家,年度Top4网络聚集,爱奇艺2022年最快破7500,8800, 8500,9000聚集,爱奇艺历史弹幕总量Top1聚集,全聚招商率100%,爱奇艺2022年首日热读,首日云和播放量最高聚集,大唐荣耀,是李处,首部男主剧,近十年个人白纸峰值Top8,峰值破260万,全网播放量144亿加,集军1.57亿,豆瓣2017年高分大陆聚集Top10。 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,是顾川,全网播放量21.8亿加,集军6058万加,腾讯视频2021年年度现偶聚,Top2,通天敌人节,是敌人节,全网播放量81亿加,集军1.23亿,与君初相识,恰似固人归,是长亿,优酷2022年年冠,优酷手部热读破1万聚集, 天机之白蛇传说,是徐轩和子轩,上线14天播放量12亿加,爱奇艺热读8000加,爱奇艺2018年网剧热读峰值,Top2。 带播剧,无忧度,是轩叶,暮色新约,是奇连山,再拍剧,必艳之五更记,是五更。 任佳伦出道6年,作为男主出演过17部剧,还出演过4部剧的配角,出过两张专辑,三首个人单曲和八首影视剧主题曲和片尾曲。 上过各类舞台26次,其中央是旧站11次,五个综艺节目常驻嘉宾,20多个综艺节目飞行嘉宾,还代言了众多品牌。 他就像是个涌动的陀螺,一直转个不停,可除了播剧期间,平时的他甚至毫无存在感,他对外界的质疑从不回应,一直都用成绩说话。 舞台是他的梦想,演员是他热爱的职业,他就是那个始终对未来充满冲击,并且会不断前行的人。